那再來這一題呢 第一是錯的 因為呢 碳完全燃燒的話 應該是要變成二氧化碳 因為我們知道 燃燒熱它的定義呢 是要完全燃燒 才叫燃燒熱 那這個反應它是不完全的燃燒 也就是呢 這個反應應該是要改成C加 1 2分之1O2 然後這裡S 這裡G 然後變成 CO2G 這樣子才是完全燃燒 碳完全燃燒的話 一定是變成二氧化碳 那碳燃燒 變成一氧化碳的話 是不完全燃燒 接下來來看這題 這題我們把這個反應是把它 改寫成 S Cl2G 變成 Cl2S 加上 350KJ 那我們來看哪一個選項正確的 老師 先假設 這個 反應物的 熱含量呢 是A 那老師假設 這個生成物的 熱含量是B 這樣子 那這裡還有350KJ 所以這邊 這350KJ是給外界的 也就是給環境的 那我們知道能量一定是守恆的 所以呢 這個A 會等於 B加上 350KJ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A跟B 值得能量比較高 當然是A的能量比較高 因為呢 A 減B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 350KJ 所以 A的能量是比較高的 那B的能量是比較低的 所以呢 這個SNCL2 一定是 比較低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錯 A錯的 因為SNCL2 是比較低的 不用看了 然後 這個 SNCL2 是比較低沒有錯 這個錯了 SNCL2 一定是比較低的 那這個 也可以考慮 所以現在只剩下B跟D可以選 那B跟D誰對 你看 這個反應是從 SNCL2 然後變成 SNCL2 所以呢 你看 這裡就錯了 因為 這裡呢 它是由SNCL2 然後變成 SN加CL2 這樣就錯了 因為 這個反應呢 變成 是什麼 變成 這個是反應物 然後這個是生成物 就錯了 因為 這個是反應物 這個是生成物才對 所以B錯了 只有D是對的 所以選D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裡 A點像 丙丸完全燃燒 丙丸就是C3H8 然後要燃燒的話 就是要加上氧氣 燃燒以後呢 會變成什麼 你看油機物 燃燒以後當然是變成 氧化碳然後再加上水 那我們把這個式子平衡一下 你看碳 這裡有三個 那這邊碳只有一個而已 所以我們知道這裡要 填3 然後再來 這裡H有八個 那這裡H只有兩個而已 所以我們知道這裡呢 要填4 那再來我們來平衡氧 O 你看 這個 生成物有多少氧 就是3乘以2得到6 然後 這裡4乘以1得到4 所以等於10 有10個O 那所以呢這邊要填5 這樣5乘以2得到10 才跟這裡一樣這樣 所以呢 美摩爾丙丸 完全燃燒的話應該是要消耗 五摩爾的氧氣 那再來例選項 他說 燃燒熱是正有了4000打 這一看就是要錯了 因為燃燒熱呢 一定是負的 不可能會是正的 這樣 那再來 西選項 西選項很明顯也是錯的 因為 你看 這兩個狀態是不一樣的啦 所以 摩爾燃燒熱呢 一定是 不可能會相同 因為狀態不一樣 再來 第一選項 秉王之標準 摩爾燃燒熱是 這樣子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秉王 他燃燒的話 反應是這樣子 這我們剛剛寫過的 所以 老師 先照照在這裡一下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要求 這一個式子的 反應熱是多少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這個式子的 反應熱 到底多少 那怎麼算呢 我們就是利用 他這裡給你的資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C3H8的 標準摩爾生成熱呢 是 負二三千卡 也就是 老師把它寫一下 C3H8 他的 生成熱 他怎麼生成的 他是由 碳 還有 氫氣生成的 也就是由其成分元素生成的 這是根據 標準摩爾生成的 定義 所以這邊是C 然後這邊是H2 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平衡一下 這邊碳三個 所以這邊要乘以3 那這邊 H8 所以這邊要點4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反應熱是多少 他說是 負的23 也就是 ΔH 等於 負的 23 然後呢 你看 我們最後要得到這個式子 那這個C3H8在這裡呢 他是在 反應物 這裡啦 他不是在生成物這裡啦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把這個C3H8呢把它擺到 這個 反應物這裡 所以呢我們要把這個式子倒過來 也就是呢 像這樣子倒過來就對了 倒過來的話這個ΔH就是要變號 就是把這個 符號變成 這個正號的這樣子 這邊變成正的23 然後接下來這個 CO2的標準 摩爾生成熱呢 是 負的94 那我來看一下 他是要生成CO2嗎 那CO2 他的成分黏住是什麼 就是 C 還有 O2這樣子 那他的 反應熱呢 這個 他說是 負的94 這樣子 但是你看一下這裡 這裡 他的 CO2呢 是 3摩爾 那你這裡呢 只有1摩爾而已啊 所以老師呢 現在呢就是把這個 反應式呢乘以3就對了 也就是 3 3 3 那這邊 有的是呢要乘以3得到 負的 282 這樣子 也就是呢 老師把它洗在這裡 那繼續來 我們來看這個 H2喔 他的 標準 摩爾生成熱呢是 負的68 就是呢 他是要 生成 H2喔 那H2喔呢 有什麼成分元素 所生成的 都是有H2 還有 O2 生成的 這樣子 然後呢 評論一下 這邊是要填 1 2 這樣子 然後這個式子的 反應熱呢 他題目告訴你是 負的68 這樣子 然後你看 我們最後 要得到的 這個式子呢 他這裡 H2喔是 4摩爾 所以呢 老師就是要把這個式子 乘以4 這樣子 H2喔他才會4摩爾 這樣子 所以這個式子我們 乘以4得到這邊4 然後這邊 2 然後這邊4 那負的 98乘以4 得到負的 272 這樣子 比如說呢 老師把這個式子 把它寫在這裡 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 這三個式子加起來 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不是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個 3C跟這個3C消掉 然後呢 這邊 O2跟這個O2加起來 就是3加2得到5 就是這個 5O2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 4H2 跟這個4H2 可以消掉 跟這個消掉這樣子 那所以呢 生成物這裡剩下 3C1度再加上4H2喔 也就是這裡 然後這三個式子 加起來的話 那麼 這個反應量也是 全部加起來 23加上負的 282 然後再加上 負的 272 所以呢 會等於 負的 531 所以呢 D是對的 再來一寫下 很明顯是錯的 因為 鑽石與石墨的 結構是不同的 所以 摩爾生成熱 是不會相同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一題 看你比較 Q1 Q2 Q3 Q4的 大小關係 我們來看怎麼做這一題 你看 他給你 這四個反應都是燃燒反應的 因為你看這裡有氧氣 這裡有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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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知道 這四個反應都是燃燒反應 讓我們知道 燃燒反應 生成物的熱含量一定是比 反應物 還要低吧 因為 燃燒反應是一種方的反應 所以 生成物的熱含量 比反應物還要低 所以呢 我們可以畫一下 能階 也就是 這個能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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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個能階 比較高的 也就是 能階 高度越高的話代表他的熱含量比較高 這樣子 那這一個 我們讓他代表這個 這個能階我們讓他代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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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一一來看 我們要低點 可以知道 生成物 熱含量比反應物 還要低 所以 生成物的能階一定是比較低的 那你看生成物是什麼 生成物呢 你看這四個生成物 都是 CO2 還有H2 所以我們知道 CO2跟H2的話呢一定是放在最低的 就是這裡 一定是放在比反應物還要低的位置 然後呢 這裡 這裡呢 是反應物 反應物呢一定是比較高的 因為反應物的 熱含量是比較高的 反應物呢就是 這個 酒精還有氧 這樣子 那再來 第二個 氣體的熱含量呢一定是比液體高 因為我們知道 熱含量的順序呢是 固態 液態 然後再氣態 你用水來想像就知道了 水的氣態 一定是比水的液態的熱含量還要高 所以呢我們來看這裡 你看 這裡 氣體 比液體高 你看這兩個 這兩個 來比較的話你看 O2 O2都一樣 不一樣的只差在這個 酒精是氣態 那這個 酒精的是液態 所以我們知道 既然這個是氣態的話 那麼一定是比這個液態 能量還要高 所以 這個是在比較高的位置 再來我們來看這裡 你看 這裡 它是CO2G 那這裡也是CO2G 所以 這兩個是一樣 然後我們來比較 這裡 這裡是 G 那這裡是L 讓我們知道 氣體的熱含量 比液體高嘛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是在比較高的位置 因為這個是在氣態 那這個是在液態 這樣子 那再來第三點 IH2O的 費點比 酒精高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什麼訊息 你看 我們可以知道什麼訊息呢 我們可以知道 這一段的長度 這一段的長度 會大於 這一段的長度 為什麼 你看 這一段呢 它是 酒精 氣態 與液態的 熱含量的差 那 這一段呢 它是 水的 氣態 與液態的 熱含量的差 那我們知道 既然水的費點 比 酒精 的費點還要高的話 所以我們知道 這一段的長度呢 這個長度 一定是大於 這一段的長度 長度呢 就代表 能量的 多少 長度越長的話代表能量 就越大 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來看 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它是 由 這個 反電物然後變成這個生成物 這裡到這裡 這裡這樣子下來的話是 這個反電物然後變成這個生成物 也就是 它是 這一種情況 所以它是QE嘛 所以它這裡 這一段 代表 QE 也就是放那個 QE這樣 然後 能接從這裡 到這裡的話 它 這是什麼 這是 這裡是 反電物然後這裡是生成物 也就是什麼情況 也就是 J的情況 那這個情況呢 它是 放了QE 所以呢 這一段呢 代表 QE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 能接從這裡 到這裡 它是 這裡是反電物 然後呢 這裡是生成物 也就是呢 它是 這一種情況 所以它是放了Q3 所以呢 這一段呢 它是代表Q3 然後這個 是Q4 一種類推 這樣子 所以呢 你看 Q1 Q2 Q3 Q4 誰最長 就是Q4最長 所以 Q4的 能量是最大的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 Q2跟Q3 誰比較大 你看 我們剛剛說 這一段的長度是 大於 這一段的長度 這一段長度 大於這一段的長度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過了 所以我們知道 Q2是大於Q3的 也就是 這裡 然後再來 Q1 Q1很明顯是最小的 所以Q1擺在最後 所以我們這一題要選1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一題 那這一題呢 他說 這個 CH3OH氧化產生水 還有 HCOOH 也就是呢 他要你求 這個 反應式的反應熱 你看這裡就是 CH3OH 也就是這裡 然後要氧化嘛 氧化的話就是要加上氧氣這樣子 然後會變成 水 也就是這裡 水 以及 HCOH 也就是這裡 然後你求 這個式子的反應熱 那他給了你 這四個條件 也就是 CH3OH 燃燒 燃燒熱 是負 730KJ 也就是 得到這個式子 CH3OH 然後燃燒 變成 水 還有二氧化碳 然後他的反應熱是負 730K這樣子 然後呢 他說 HCOOH的 生成熱呢 是負 260KJ 也就是這裡 HCOH 他說是生成熱嘛 摩爾生成熱嘛 所以呢 我們就是來看 他有什麼元素 那所以反應物 就會有什麼元素 你看 他有氧 所以呢 這個反應物一定有氧 然後有H 所以 反應物呢 一定有氫氣 然後有O 那麼 反應物呢 一定有O 而且呢 這個O呢 是氧氣 這樣子 然後反應熱 他告訴你是 負 260KJ 也就是這裡 然後同樣的 我們來看這個 CO2的 摩爾生成熱是 負的 394KJ 也就是 這個式子 你看 這裡就是CO2 然後因為是 摩爾生成熱啦 所以呢 我們來看他有 什麼元素 也就是有 這個C 所以 這個反應物一定有C 然後你看有O 所以呢 反應物一定有 氧氣 這樣子 然後 他的反應量是 負394KJ 就是這裡 負394KJ 這樣子 然後再來 他說 水的摩爾生成熱是 負 286KJ 所以呢 你看這裡就是水 然後呢 我們知道水是由 H還有O所組成的 所以呢 他的反應物呢 一定有 H2 還有O2 這兩種 元素 這樣子 然後呢 他的反應量 這個式子的反應量 告訴你是 負286KJ 也就是這裡 負286KJ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把 這四個式子 整理一下 是把 這個式子 把它顛倒 也就是呢 這個反應量要變號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為了 要把 這四個式子 加起來 能夠得到 這個式子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一定要想辦法把多餘的 這一種 東西呢 把它消掉 比如說 你看 這四個反應式裡面 有CO2嘛 有CO2啊 那但是這個 反應式裡面沒有CO2啊 所以呢我們要想辦法把CO2消掉 所以呢 老師就是把 這個反應式顛倒 也就是顛倒成 CO2 然後變成 C加O2這樣子 那既然 你把反應式顛倒的話 所以呢這個反應熱呢 要變號 也就是 變成正的 這樣子 然後呢 你看 這個CO2就可以跟這個 CO2消掉了 然後呢 這個H2可以跟這個H2消掉 那同樣的我們來看這裡 你看 這個式子裡面 沒有H2 但是 這四個式子裡面 有H2啊 有這兩個H2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把H2消掉 所以呢 老師把這個式子 也把它顛倒 也就是 這個 H2變成在左邊 然後 這裡 變成在這個右邊 那既然 反應式顛倒的話 所以呢 這個反應熱呢 不得要變成正的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把這四個式子加起來 這兩個式子 只是把這兩個式子造超而已 那所以呢我們把這四個式子 加總起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呢 這個CO2 跟這個CO2可以消掉 然後 這個C可以跟這個C消掉 然後H2 可以跟這個H2消掉 然後呢 這個O2跟這個O2可以消掉 然後 這個2分之3O2 可以減掉這個2分之1O2 所以呢得到一個O2就在這裡 得到一個O2 然後呢 這個CH3 OH照超在這裡 然後 這個H2O 搬到這裡來跟這個2H2O 減掉 就可以得到H2O 這樣子 然後這個HCOH照超 那所以呢我們得到這個式子 剛好就是 這個式子 然後 這個式子的 反應熱呢 就是我們把這四個反應熱 全部加起來 要是得到 這裡 所以呢 這個式子的 反應熱呢就是 負的310KJ 也就是呢 然後呢 硬摩耳的CH3OH 氧化的話 會產生 負 310KJ 那題目是要問你 0.2摩耳的啊 所以呢我們就是把這個 負310KJ呢 乘上0.2摩耳 那就可以得到 負 0.2摩耳的CH3D